一年半的疫情把大家都在家里憋坏了 现在加拿大的疫苗接种率已占世界第一 加拿大辽宁协会辽宁三会 尝试着举行一次远逐安全行 远逐由红郡的爱犬伊万打头阵 这里风景不错 照一个集体照吧 沿途的风景确实不错 如果错过这个大好时光 实在是太可惜了 一年半的分别使大家有很多话要讲 无论从哪一个话题总是说也说不完 大家都非常珍惜这好不容易盼来的相聚的时光 后面追上来一个自行车队 大家非常友好的互相打招呼 就像久别重逢的朋友一样 在湖边再次留应 准备打道回府 湖边的景色确实不错 远处两只白鹤在水中着鱼 几只加拿大鹅在尽情的细碎 没有戴口罩 看样子不受疫情的影响 归来的路上 成熟的苹果 洒满了草地 这种苹果 是做苹果酱的绝佳材料 回到我们的终点站 加拿大人的最爱Tim Houghton's咖啡店 赶快走几步 喝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 吃一片点心 恢复一下体力 吃饱喝足了 咱们下次再见 感谢伊万的中心守护 使我们没有发生任何危险